然後又遇過 尤其是前期 對 不能提中 真的不能提 現在已經算是中期了啦 前期的時候 她可以因為我去 就是可能好是多買東西 然後才買下來東西 然後我就自己沒有跟她說 我就想說她上班嘛 我就沒所謂 哇 她就真的氣到 就是她整個大爆炸 可能很少看到她很生氣 就是因為她說 欸 我不能提中喔 她就完全沒有理直線 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不聽話這樣 所以就 我覺得 老公是真的 蠻 蠻為我長想的啦 像我們去日本 去前幾天幫她去過生日 然後她也是 就一個人就那個 兩大咖的行李 然後我就覺得 看她的背影 我好想幫忙 因為其實我本來 日常生活 就不是一個太喜歡麻煩別的人 即便像工作人員 經紀人他們要幫我拿東西 我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很像神力 超人要都是一個這樣 然後現在懷孕也是 會有一種 就是 忘記自己懷孕這件事 就是最近 肚子大才開的意思 搞說 喔 可能真正懷孕 不然我還是大貓小貓 對 因為有一些民俗上的進行的話 你會拚開 有啊 就是像 好像怎麼不能拿剪刀 剪刀還好 像刀類 我沒辦法 因為我要做個菜 我不可能不拿刀 或是剪刀我還是會剪東西 但是就是像 有一場婚禮 我去不到 我覺得很抱歉的事 趙喬喬跟 斗哥 那那個我事前 我已經去跟他約束完 特別跟小喬講說 真的 很養趣 可是因為那天還是在 非常喜悅 對 就是喜沖喜 然後 我覺得我還是 不想要到車出了什麼狀況這樣 畢竟 人來不利 所以 那場 那場婚禮 就是真的 就是我會把他倒 可是我事前 我跟我先跟新娘 然後新郎 這樣 稍微露空了一下 所以有跟他人講 說你懷孕 對 如果跟小喬 你大人不是先知到 就比大家知道 對 算是 那 那你也很信念他 親愛 因為小喬 本來我是真的要去的 是小喬一直逼我不要去 他就說 因為他現在也很想 很想懷孕 他就說 天外 如果是他絕對不會去 所以他希望 我可以 就是 大概欣賢再加一次 就是 很背名 這樣 電視線 讓我去過